在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宏观经济形势仍然是大家关注的标准 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弹行情 很多投资者都在实际 由于企业开始回落在实际 地产报告显示 很多地产企业的经验已经相当多 在军三角地区 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 正在想办法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 在今年的CCTV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当中 中国创造仍然是最重要的 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谢云影 今天我们来关注电荒 近些年来冬季的电荒 似乎成了永恒的话题了 今年从9月份开始 各地就开始说是有闹电荒了 很多人都预计说 今年冬天的电荒是不可避免的 果然在严寒到来的时候 我们又看到了电荒的局面 更让人诧异的是 煤炭大省山西的电荒也是愈演愈烈 发电企业是多发电多亏损 在11月的24号 山西中南部13家电厂的负责人 集体附近要求调高电价 究竟是煤炭绑架了电厂 还是另外有原因呢 我们来看记者待会的调查 12月初记者来到了山西合金的一家发电厂 总经理李彦庆告诉记者 企业早已经处于严重亏损状态 亏损额度呢是周年是增加的 比如说今年到目前累计呢 我们的亏损额度呢 已经达到1.8个亿 1.8个亿 于是全年 几年要亏损达到2个亿 李彦庆说 电价与煤价的价格倒挂 是造成大规模亏损的最主要的原因 他为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 就是燃料成倍是2毛9分钱 那么今年呢 我们最多只能发35亿 那么我单位的其他费用呢 就要债到1毛钱到1毛2 这样算下来呢 下来就是4毛1亿 总的成本就是4毛1 李彦庆是按照标美价格 每吨770元的价格 计算出每发出一度电 成本是4毛1 不过输出电价 却是3毛5分钱 这意味着 企业每发一度电 亏损就是6分钱 合金电厂从2008年开始 就一直是在亏损状态中运营 4年下来 累计亏损已达4个多亿 由于持续的亏损 电厂的资金链已经断裂 事实上从今年企业费一来 已经堕胎几种了 在停运 关键原因是没有自己的购买 我们现在外借的门款 已经达到三件几个亿 加上我们的材料款和工程款 现在外借供应商的 已经达到了四个多亿 李彦庆坦言 事实上现在企业还能够开机运转 完全是依靠拖欠煤炭供应商的四个多亿的资金 再勉强维持 现在应该讲的是拖欠 供应商的自己 来自目前的运转 由于拖欠的金额巨大 煤炭经销商如今只能寄托于电厂的形势好转 不得不继续供给电厂煤炭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 对山西中南部来说 由于地理位置 融资状况等诸多因素 合金电厂还算是情况非常不错的企业 很多电厂的亏损情况 要比它严重的多 08年到现在 就是亏损已经接近20亿 特别是今年 尤其遇到资金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 到11月底 经营会上的512 江喜告诉记者 从2007年投产 企业就开始大范围的亏损 如今累计亏损20多个亿 电厂的资产负债率 已经达到130% 资金链已经开始断裂 无法保证正常的生产运营 这样的话呢 长期切符 这个工业上 就是特别含有煤矿 都不给我们发煤 要造成厂子里边 煤量紧缺 要护送基本上密 造成两台机体 除了电厂大范围的亏损之外 记者了解到 一些负责城市勾暖任务的热电企业 现在的亏损也是非常严重 我已经累计 17年18年 对 累计亏损 因为供热亏损我应该说6个多亿 就管供热上的亏损 因为以前吧 咱们面积小或者没便宜的时候 亏得少 这几年吧因为煤价也贵 供热量基本上 基本上供热量这几年都是400来万 就是每年400多万去交 但大数就供热 就在当期来说 供热今天亏得9000多万一个亿 爱源第一热电厂 每年需要负责80万派源市民的供暖 长年的供热亏损 再加上发电本身的亏损 电厂已经亏损15个亿 电厂如今处于资不抵债的处境之中 生存堪忧 就是就资产负债率负的150%了 其实严格来说吧 就是资不抵债 所以说 所以说现在目前 太阳市当地银行 我们是贷不出款的 包括我们的每一款 其他费用的 全是有我们的上级公司 国电机团 还有我们国电机团 华北分公司 他们给我们这儿注资 记者在山西中南部 采访时了解到 在这个地域内的 十几家火电厂 基本上都挣扎在经营困难 经常缺煤停机 资不抵债的泥潭之中 特别是今年以来 13家这个企业 累计的亏损 已经达到了32倍 他们的资产负债率 平均已经达到了111% 其中资不抵债的企业 也就是说 资产负债率超过100%的企业 已经达到了10个 所以说非常困难 这13家企业 从08年以来 累计亏损的额 已经达到了144个亿 今年的11月30号 国家发改委宣布 上调销售电价和上网电价 在此之前 关于电力企业 巨亏的消息是层出不穷 像火电行业 三年亏千亿 五大电企全线巨亏 大唐电厂 30家激临倒闭等等 似乎说发电企业 已经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 作为垄断企业 电力企业的艰难 让人是无法理解 电厂的生存 有什么样的尴尬和无奈呢 记者在采访张建国时 他不断被煤炭供应商的 电话所打断 电话的内容 基本都是向他 所要拖欠的货款 张建国不仅无法承诺 何时还款 甚至还要恳求供应商 继续供煤 一脸无奈的 带着记者来到了 他负责的煤厂 这就是轻食 直接就是轻食 但是有些这些石头 也不是他们这个 供煤户给探进来的 直接在煤矿生产的时候 他们里面夹的那个干石 说不清了 反正也必须要 你不要已经没有烧的 你连吃都吃不上了 你看 还不过吃烤的东西 记者在煤厂里面 见到了一个堆成小山的石头盆 张建国告诉记者 几乎每天都能从 运来的煤中 剪出这些石头 他这里面只有这些 亮晶晶的这个地方 这才是原煤 其他的这些泥糊糊的东西 这就是煤泥 这以前在这个 就是在这个煤的产链 这就是废弃物 但我们相当于把这些 废弃物就对了 上面这个 那个上面那一道的 如果中间发挥的这个 那就是他配了这些 很差的中煤 很劣质的那个中煤 就是和原煤这样配合 然后给电厂混合 但是即便是这个 也量也不能做 张建国说 现在整个煤厂都是这种混合煤 所谓的混合煤 就是将少量的原煤 中煤 煤泥 甚至是煤干石 混合在一起的煤汉 发热量极力 我们这个电厂的这个煤 设计的是五千大卡 我们现在这个平均的 这个入厂煤的发热量 今年是四千 像目前像这种煤之 大概这个发热量 就是这个三千八九四千 就是四千大卡 都不到四千 望着这些 原本煤炭加工过程中的废弃物 张建国感到非常无奈 为了得到这些混合煤 他付出的成本却并不败 他折成标煤的话 折成标煤的话 这个大概是什么价格 就是折成标煤的话 现在这个煤的标煤单价 已经到七百七 就这么差的煤 标准煤已经到七百七 长期使用这样的混合煤 对发电机组的影响是致命的 但只能是勉强使用 即使是这样 电厂现在的存煤 只有不到六万吨 只能够坚持四五天的正常运转 这也成为张建国 一个无法完成的使用 我们大概正常的时候 一天要进四百车 七百这边要进四百车 四百到五百车 现在这几天就是 一共可能进了十几两个车 没法进 不是 我们原来我们这种电力企业 好像总是老是站在这个 讲那个什么 要保电 要保民生 是吧 经常要讲这些东西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也就保不了了 我们真的也保不了了 现在我们拿怎么保 就没有钱买卖 合金电厂现在能够得到的 最低的标煤价格 是七百七十元左右 这个价格在山西的煤炭训练内 已经无法购买到煤炭 这些混合煤 还都要从陕西省的南部运输过来 给电厂的正常生产 造成了非常大的打算 这是什么 这是就是说咱们这煤里面 不是现在大量有这种煤泥 这煤泥和原煤 它在一块时间长了 压了以后 它就结成这种块 结成这个块 这个对我们那个生产上面 都影响很大 由于煤泥的粘合性非常强 很容易就会粘结成 比较大的煤矿 现在这个煤粘了以后 煤整个糊涨的地方就下不去 这个推土机来回来回 就推不下去 记者在煤炭现场看到 很多煤壁子都已经被煤泥 给严严实实地堵上 需要人工来疏通 推土机的反复碾压 甚至把这些钢板都已经挤压变形 这都已经变形了 这就是 这也是推土机它来回碾 来回在这压 把这个煤壁子压坏了 这个东西应该是 顺便很强的 这个应该是从设计到 电厂报废了 它也报废不了 因为它这是 拿这个钢板立起来的 很酷的这个钢板 它钢板就不应该换 这就是现在这个煤壁 变开了以后 把这个东西 推土机来回在这儿推 把这个煤壁子给换了 除此之外 在这份设备的前面 记者也见到了一堆堆 被挖出来的煤泥 不管 这是咱们刚刚掏出来的煤泥 刚刚掏出来的煤泥 咱们目前为止 现在我们运行期间 上面非常空 煤泥 煤泥 精神 煤泥子差 水泥大 煤泥多 这就是我们刚刚掏出来的煤泥 煤泥一碰煤一碰 现在大家都那个态度 每一天坐的人 就这样打 跳 姚中泰告诉记者 电厂每天都有专人在这里 用最原始的办法 敲打管道 来保证煤炭能够正常的通过 即使是这样 也无法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 拔台给煤机 现在我断了 目前为止断了三台 堵上煤里堵上 等于是燃料中断 中断以后 炉堂燃热就不完 我就必须用 投油的办法 来稳定锅炉的燃热 否则就灭火停止 姚中泰说 由于煤炭的质量无法保证 现在用石油短暂的替代煤炭发电 已经成为了一个常态 我每天基本上就得 发动到十分之后 如果雨季来了 或者缠煤力量多 煤是 煤之差 可能东西还会比这个 更多 记者了解到 购买这种混合煤的情况 是整个山西省中南部的电厂 都在面对的一个真实情况 这些质次价高的煤炭 对设备的损害非常严重 与此同时 这些电厂 由于长时间资金的图欠 今年的存煤量都很低 一般入冬以来 我们的发电企业的存煤 应该在二十天左右 到一个月 至少应该有两周的存 但是我们入冬以来 这13家企业的平均的存煤 不到一周 三星是个三区 而且这些大多数企业 它的运煤 就是靠公路来运输 所以说如果存煤量太少的话 如果遇上大雪 就有可能造成断粮 造成缺煤天气 坐拥煤炭大省 山西火电中南部 十几家电厂 却因为经营困难 缺煤停机 资不抵债 而频频的联名上书 年产超过八亿吨的 煤炭大省山西 已经成为全国发电企业 亏损最为严重的省份了 而其中中南部的地区 更是重灾区 究竟是什么样的源源 造成了今天的局面呢 广告之后 请您继续收看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关注 电厂的巨亏 在前面节目当中 我们看到了 电厂将自己巨亏的原因 是归咎到价格疯涨 但是质量下降的煤炭身上 上涨 电价就成为了 电力企业的重要诉求了 究竟这煤电之间的矛盾 到底有多深厚呢 我们接着来看记者的调查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在经历了2008年开始的 煤价狂飙 2009年大规模煤炭资源 整合后 山西火电企业的传统优势 不再存在 巨额的亏损 从2008年就已经开始 其实从2007年底到2008年初 开始这个 其实我们分析吧 主要是这个煤圆紧张 就是说当时 因为他因为山西省 把小煤药都关了 关进压材以后了 煤圆紧 在2009年 大规模煤炭资源整合之后 山西省内的煤炭产量锐减 火电企业 开始感觉度日艰难 就山西而言 就是可能实际的产量 就把那个小煤药都关了以后 把小煤药那一块的产量 全部丢死掉 那大概 我们据这个明天的这个统计 就是大概有两亿到三亿多 由于传统的统计模式 无法统计原来的小煤药 黑煤药实际产量 根据江西提供的数据 减少的产量会有两到三亿吨 这几乎占到了山西今年产量的三分之一还多 煤炭实际产量的锐减 直接造成了价格的飙升 因为煤价 我印象中 07年年底 标煤单价应该是个 270到300左右 应该300多 就是不含碎的标煤单价 你想到今年吧 我们预计能到了720左右 就等于翻了一倍 720 就是不含碎的 基本上是翻了一倍多 我印象中涨了是180% 比如从07年年底到现在涨180 在煤价涨幅达到180%的同时 电价仅仅从2007年的2毛6 上涨到了今年年初的3毛5 涨幅有限 煤价与电价的倒挂 是造成火电企业亏损最根本的原因 而由于山西省相对于临近的其他省份而言 电价依然偏低 在煤炭市场上不具备价格的优势 山西省的电煤还要大量的运往外省 就目前为止 由于河南 河北和山东的电价 远远的高于山西省的电价 在没看采购方面 是优于山西省的这些火力发电企业的 所以说由于造成山西的火力发电企业 每每刻买 无点可发 就这样 原本的坑口电厂现在已经毫无优势而言 业内的很多人更是将坑口电厂改为了坑死电厂 在买价的这个优势就没有不存在了 就无所谓这个坑口电厂的优势 就说这个坑口电厂和是坑死电厂的这个说法 正是在多方压力之下 山西省中南部的电厂 都是处于丧失造血功能 资金链断裂的恶性循环之中 可是即使是这样的生存环境 仍然还有新的火电厂要跳入这个泥潭 到目前呢 我发电量是完成了19000多 目前应该说是遇到了全所未有的困难 从企业开开刚刚投产两个月呢 我们已经亏损4000来万了 长治热电厂是今年10月6号刚刚投产的新电厂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就已经亏损了4000万 全年亏损预计在7000万元 这也让原本就紧张的电煤市场更加的吃惊 就说这几年确实是 武达发电集团从0405年以后 那个扩张速度非常快 长老分家之前 我们的全省的火电 全国的火电总装机是3.5亿 3.5亿个装机 短短的几年 我们现在装机就扩大到了9.6亿 这是历史上没有 从3.5亿的装机 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就扩大到了9.6亿 相互之间惨烈的竞争 也是造成火电企业亏损的一个主要原因 这个是有一定程度上有恶意竞争的业势 就是说五大发电集团 咱们中国都在鼓励做大做强 都在争得做大做强 但实际上我们国家的政策也好 实际在鼓励只是鼓励做大 而不是鼓励既做大又做强 煤价居高不下 电厂市越发电越亏损 今年的煤电矛盾的呈现出 比以往更为尖锐的态势了 为了缓解今年以来 因为煤电导致的矛盾 电力的持续短缺的局面 发改委是限煤价涨电价 希望用调控的力量 能够缓解煤电的矛盾 但是实际上涨价并不是解决 电力企业亏损的最终办法 自2011年12月1日起 全国销售电价每千瓦时 平均提高约三分钱 这对于这些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 火电企业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资金压力现在还起不到缓解作用 只是说我未来的运行的状况 会发生相对比较厚的改变 但是当前的资金压力 因为四年来形成的 亏税的这个动物仍然无法填补 电价的调整对于这些企业来说 最为现实的好处就是每发一度电 可以少亏损三分钱 可是依然无法弥补历史上造成的亏损 企业依旧没有造血功能 实际上是煤价给 电价给煤价就给不上 但是电价给上来以后呢 在没有给到位的情况下 煤价呢 它一开电价涨了 它仍然要涨 所以呢 煤电占药 一直涨下去 对建决火电企业上的 改变性的问题 目前我们仍然开不到细了 针对当前山西省部分火力发电企业的生产经营困境 除已经采取的调整电价措施之外 山西省政府方面决定从资金和美元上 给予政策扶持 十亿元财政借款和一千万吨重点合同电煤供应 这些办法也只能是暂时缓解火电企业现在的生存状态 很多业内的专家都表达了各自不同的观点 私定 对私定呢 就是说 一个是定矿 定价 定值 定量 也就是说给我们一定的口粮 在有关政府的监督下 能够不折不扣的执行 对火电企业的困难呢 作为国家层面来说 顾正国家发给委 他08年曾经这个对火电企业和供电企业进行过补贴 所以说煤电联动不是唯一的办法 随着冬季取暖用电高峰的来临 全国电力紧张形势日趋严峻 记者走访了这些火电企业的生存状态 也像现在的天气一样 他们都在想尽各种办法 独独居称 举步无间 看不到什么希望 因为 作为 我买媒来说呢 首先是要预付的 政府力度的 加大 监管加大 或者一些政策支持 这些是我们唯一 能够期盼的 在市场煤计划店的这种前提下呢 如何正确处理这个电和煤的矛盾 我觉得是应该在国家这个层面的 应该关注的 煤电之争由来已久了 在市场煤和计划店的体制之下 二者很难达成共同的利益诉求 即使是越来越多的煤矿收归国有 煤电解之间也是各有各的算盘 每年的煤炭订货会呢 煤电双方是争吵激烈 可以说是硝烟弥漫 年年协商 年年电荒 造成了一方面电力吃紧 而另外一方面 电厂却大规模的停产限电的怪现状 在目前电价体制改革尚未到位 竞争性的电力市场尚未建立的条件之下 限煤价 涨电价 就成为了短期内解决煤电矛盾的非常手段了 但是同时也让煤炭解和电力企业 双方都在带着镣铐跳舞 既谈不上经济效益 也谈不上任何的社会效益 从长远来看呢 打破电荒困局的最终指向 是推进电力体制改革 逐步形成科学合理的电价形成机制 好 今天节目就这样了 感谢您的收看 请继续关注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